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节特别版的云端世界 我们也祝福您在此刻有一个无比欢乐的春节假期 同时预祝这一整年都是幸福快乐 平安顺利 的确 平安正是我们今年所最需要的 也由于疫情之下 我们人类的新闻以及焦点的目光 几乎都集中在疫情的防疫控管 至于种种生活的变化之上 但是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其他事情也在同时进行 而这些事情同样需要你我关注 包括其中还是有很多很轻松 有乐趣 能够为我们带来欢乐的一面消息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在疫情之下另外一面的人类生活 包括娱乐 首先我们看看在日本为了迎接去年取消的冬季奥运 有很多设施 包括有一个新一代的钢弹问世 它是迎接这个电影系列的40周年 但奥运没了 他呢 他还是现身在日本的街头 而这个钢弹非常特别 跟以往不一样 这回手脚可以灵活操纵 不过这里面可是牵涉到无数的科技的设计 手脚摆动已够震撼 近海会单膝下跪 世界首尊汇动的初代钢弹 去年12月19号在日本横滨港山下码头动了起来 这尊18公尺高 重约25公吨 采用钢铁骨架机身 搭配碳纤维外壳打造的1比1全新钢弹 是为欢庆钢弹诞生40周年 原本计划称着去年7月奥运前夕开幕 因疫情延后5个多月 没想到展出近3周后又碰上一都三线 包括展场地点横滨所在的神奈川 二次发布紧急事态 2月中前民众无法进场 近距离观赏 只能从远处欣赏 却依旧不减讨论热度 这顿钢弹究竟有多神奇 它又怎么会动 全因6年前制作钢弹的日升动画 社长工和工夫发起的挑战梦想 驱动钢弹计划 可动钢弹背后 集结50名日本最顶尖工程师 包括号称钢弹三剑客的技术总监 创意总监和系统总监等灵魂人物 绞尽脑汁 随着NHK记录 钢弹幕后的超级大工程一起曝光 这里是制作初代钢弹的模型屋 也是打造钢弹头部的秘密基地 它是首位钢弹剑客 穿原正义 也是这次汇动钢弹的创意总监 2009年初代钢弹 和2017年独角兽钢弹 这两阵在台场大寿欢迎 都是出自他之手 但这回传原的设计 竟被日本动画导演钢弹之父 副野 游游记 显到不行 每一句好话 毕竟全球首尊可动钢弹 工艺 美观和功能性缺一不可 不只是重建动画里的钢弹就好 还得讲究现代感 于是船员将原本头部轮廓的 直线形线条增加点弧度 也就是采用类似汽车的 流线形设计 让线条更圆滑 更流畅 同时尽可能减轻重量 让钢弹看起来不笨重是其一 动起来会更顺畅才是主要原因 而真正能让钢弹动起来的秘密 藏在骨架里 它是第二位钢弹剑客 技术总监 实景起饭 为已经成型的下半身骨架 进行补装测试 至今来到磁城县选手室 任何异常都得立刻开除 就算只有一厘米 各部位的零件都可能 因此无法吻合组装 钢弹就动不起来 为求精准的误差 这一年来光是构图超过前章 眼前这密密麻麻电线 像是钢弹的神经 负责动力和传送讯号 光是这九百条电线 全部塞进左脚里通电测试 就耗时两个半小时 接着十几个来到 奇遇县入监室 针对膝盖关节处安装 减束器 所有的减束器就是你 架在安装活动式马达后 只会高速运转 如果要让钢弹动作放缓 走起路来 像人一样自然 就得靠减束器 驱动钢弹终极目标 就是要让初代钢弹动起来 但这么大一尊 就算只是简单的动一动 已够困难 还要让手部关节弯曲二十四度 就算是怎么办到的 戴上自己开发 装有特殊感应器的手套 控制钢弹手指的运作 它是集齐行第三名钢弹剑客 毕竟多次失败 正当大火开心手会动食 钢弹支付赋野 由悠气又离了 没想到过了第一关 还有第二关 最终挑战失败 就因为长达两公尺的手掌 得严格遵守限重两百公斤 而每个关节得搭配一个马达 因此最多只能有十八个关节 就怕一旦超重 整只手臂将无法支撑而断掉 所以动作细维度受限 但能执行的动作也不少 贵动的钢弹 共动员骨架机械装置 配线外装控制装置 软体等多个团队 在日本各地各自负责的同时 落脚地钢弹基地 也在2019年6月 在横冰岗升下马头 正式动作 到在景海道路的地基上 摆上钢弹 前后共耗时6个月 带了6层楼高的整备架 每层楼都可近距离 接触钢弹不同部位 可维修也可近距离接触钢弹 然而为什么初代钢弹移动时 不会因重心不稳倒下 答案藏在钢弹的腰部后面 几个巨型G-carrier 支撑下让庞大钢弹 不会跌倒 这段附上洪洪暴雨 或台风地震等天灾 依旧能屹立不遥 万事具备后 去年2月完工 历经5月的测试 正式举行上头仪式 这是钢弹机缩露出向容的同时 也发向黄律 我明白了 钢弹是小的 我开始了 也许是钢弹40分钟 2009年初代钢弹诞生30周年之际 日本在东京台场盖了首尊 巨型钢弹 2019年适逢40周年 钢弹动得起来 不止要大 且要会动 等40年 日本果真让钢弹动起来 将进驻横滨港 挑战无极限 会不会真的出现 40公尺大的钢弹 2029年初代钢弹 50周年之际 肯定定有惊喜 在疫情之下 娱乐事业在去年一整年也备受影响 像在美国 很多的脱口秀节目 过去只有很多的现场观众 不过去年几乎一整年 没有一个观众能够进场 很多主持人还被迫要在家里做节目 不过其中有好几回 他们的声势是未减反增 像这回你看到的James Gordon 他是英国艺人到美国打天下 不仅拥有自己的节目 还入围了好几项的大奖 他的能耐如何 我们来看看 不仅豪华的摄影棚 加上设备齐旋的乐队 这是美国电视观众最爱的 深夜脱口秀谈话节目 主持人却是讲话 有能够腔调的英国大叔 42岁的詹姆斯科登 五年多前开始主持深夜秀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2点过后 除了专访大人物 也跟观众聊发烧新鲜事 以健身的话语 调控真编实证 加上有点古迹的外表 每天至少吸引全美 一百三十万人收看 网路点拨次数更经常破千万 为了让观众看完节目后 心情愉快地上床睡觉 进行设计许多轻松幽默桥段 邀请大明星参加 甚至干脆自己粉末登场 又唱又跳搞笑演出 把向来以谈话为主 形式死板的脱口秀 变成一场欢乐派对 我们比任何事都比较舒服 我们也感觉我们是一个娱乐节目 我们的主要是 只是尽量让你笑 这就是我们爱做的事 节目中最有名也是最受欢迎的桥段 莫过于车上卡拉OK 以及邀请来宾上车 然后就播放半唱带 前座马上变成卡拉OK包厢 一边开车一边开怀高唱 出现在镜头前的都是超级巨星 包括南韩偶像军团BTS 英国歌坛天后爱在人 还曾特地邀请摇滚乐教父 保罗麦卡尼回英国 利用普老家 大唱披头四成名曲 结果网路点播突破五千六百万 他的搞笑创举不是美举 两年前他拗不过好莱坞巨星 阿汤哥的请求 第一次搭飞机坐高空跳伞 结果跳出机场瞬间 把磕灯吓得半死 就是这些让观众惊喜的节目设计 五年来收视率居高不下 一胆包天的柯登会一脚踏入娱乐界 其实和生长背景有极大关系 老家在伦敦郊区 柯登是家中独子 小时候学校成绩除了戏剧与家政外 其他科目都烂得离谱 因为毫无节制 暴饮暴食 从小体重过胖 身材变成柯登 遭到同学霸凌的原因 但胖子也有灵活的一面 聪明的柯登知道 表演是他发挥的舞台 于是从17岁开始 柯登在伦敦剧场演出 也在几部电影中担任小角色 一直到2007年表演事业才出现突破 2007年加入电视剧 盖文与史黛西剧组 担任编剧并演出配角 精湛演技让他大受欢迎 获得英国电视奖的肯定 其中一集特别节目 后来更成为车上卡拉OK的 引感来源 当时同车飙歌的 是已故英国流行天王 老师迈克 续唱之后的柯登 持续在舞台剧发光发热 2012年得到机会 远赴美国发展 在纽约百老会演出 较好又较错的一婆二主 更以此聚在34岁 拿下舞台剧最高荣耀 东北奖最佳男主角 此后他屏幕清云 不仅英国王室授予 大英帝国勋章 还得到美国主流电视网 青睞担任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去年三月节目因疫情 暂停录影 柯登只能在自家车库 搭设客难摄影棚 利用视讯和来宾进行访谈 和工作团队被迫修无薪假 好心肠的柯登 自掏腰包付薪水给工作团队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直到八月份才回到摄影棚 怎么会改变你的节目 怎么会改变你做 在调整的角度 在调整的角度 在桌上 在路上 在拍摄大小画 大数字 大核心 当然这些事 很难 虽然疫情带来困难 但以他的创意与灵活 绝对有办法继续搞笑 因为表演是他的兴趣 怎么能停 世界各地的游乐园 去年也是游客锐减的一年 不过在日本 则是一只猫熊的故事 它的即将离开 反而引起了很多人的伤感 跟关心 它的命运究竟是如何呢 它的木板发烂 咬苹果到忘我地步 在啃竹子啃到欲罢不能 长个身伸个大揽腰 不动筋骨 源头源脑又呆又萌 有张黑白分明脸蛋 他可是日本神货王子 动物园 整人之宝 25岁淡淡 小毛叫神货大小姐 换算人类年龄 以高龄75岁 也是阿嬷及猫熊 2021是淡淡 来到神户的 第21个年头 却因为和中国租月到齐 准备离开 负责照顾他的思想园 难过不已 他们的故事 随着NHK纪录片报导 流传开来 每天一大起早 淡淡起床后 就开始如家人般的互动生活 淡淡任何小动作 打什么主意 男员都知道 每天除了例行三餐 外加淡淡的午前餐 两顿下午茶等共六餐 全油美元 请坐下来 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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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超直挺 眉猫熊是霸气吃相 总是细嚼蔓延的淡淡 一天约要吃1.5公斤的竹子 这就够了 一起吃多少都要登记 来 来 吃了 伸出了 伸出了 淡淡吃饭的板子 其实就是台隐形体重计 坐上去顺便量体重 动物园请群员之力照顾 寄出的秘技还有支招 24小时360度的监视器 不论淡淡跑到哪里 都能时刻盯着他看 随着纪录片拍摄 也才知道原来猫熊的健康检查 这样做 量体温 量血压或是抽血 没有一个口令 淡淡就一个动作 嘴巴合适 吃了不停 三年前淡淡罹患罕见 真菌性角膜炎 始终不肯给瘦一点点药水 只能交给媒员 想想设法 等你药水任务 打工告成 最后给苹果当奖励 二十年来淡淡的点点滴滴 被详细记录在这数十本厚厚的淡淡日记 毕竟王子动物园就这么一只猫熊 不过二十年前淡淡可没这么孤单 两千年民主自贿 淡淡为死于赶神大地震灾民 看他的同伴猩猩来到神户 鼓舞明星外还肩负起繁殖任务 本以为猩猩是公猫熊 尽是之母的 两年后换了第二代猩猩还错罪 终于传出好消息 因为淡淡四肢叫一般猫熊短小 常不经意让小猫熊摔倒在地 随二度成功受孕 却历经了两次丧子之痛 小猫熊都没能扣下来 2009年26岁的梅园 陪伴淡淡走过悲伤与伤痛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这段十二年的特殊情谊 却因为繁殖计划成绩挂龄 二十年族约到齐后 中国要把淡淡带回 回绝日本的许约情谊 经每到三月中的发情期 淡淡却会出现食欲不振 抱着心爱的竹子直舔不吃 长达好几天 原来淡淡把竹子当小猫熊养育 每小时都起床育儿 白天则浑浑欲睡 体重一下抹掉五公斤 为了让淡淡进食 梅园时刻紧盯监视器 一等他起床立刻备好料 还专为淡淡特别在园区内种植 这种大叶软根的根取竹 方便他通验 看到淡淡吃下竹子这一刻 梅园终于松了口气 当日子每过一天就等于未来少一天相聚 去年九月十六号淡淡在日本欢度最后一次生日 从设计稿到敲冰砖 安插食物等制作蛋糕每一步每一圆 亲力亲为 淡淡二十五岁生日 在神户当地可是大事 各大电视台出动大阵上拍摄 他的摄影机站在最高处 看着淡淡吃下蛋糕的眼神 由露出满满不舍 淡淡是梅园接触的第一只猫熊 也是梅园至今照顾最久的一只动物 健康长寿始终是梅园对淡淡最大且 唯一的期待 想到没有淡淡的日子 终究忍不住在镜头前流下眼泪 因为疫情神户目前没有直飞程度的班机 预计农历春节过后付飞后 就会展开淡淡的返家计划 行前他联络了未来照顾淡淡的饲养团队 线上视察他未来的养老处 辞成莫隆国家籍猫熊自然保护区的文迹 这是梅园淡淡就请前 梅园和他说的话 就怕下句得说出口的 是再见这两个字 这份朝夕相处的情感 对淡淡对梅园都将是心头永远的画面 前半 欢迎回到春节特别版的云端事件 不管新冠肺炎的疫情 在今年以及未来会如何的发展 你我很多生活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 恐怕也会跟随我们许久许久 像是社交距离 像是戴口罩 包括一些交通旅游必须的温度测试 以及种种的安全检测 这些事情可能未来都逃不掉了 因此科学家也在想尽各种方法 既然人类的生活必然要有这些改变 何妨让他做得更科技 更舒适 更智慧呢 于是种种新的科剧 都为你开始应运而生 包括你我戴的口罩 科学家就想 何妨让它更舒服一些 可以控制温度 甚至可以帮助你戴口罩的同时 也听懂别人的讲什么 对的 智慧型的口罩 可以同时进行翻译的口罩 已经出现了 我们来看看这些科学家 为我们未来的新世界 所描绘的原景 当疫情始终停不了 全球最夯关键字 口罩绝对最发烧 必被口罩大行其道 当人人开始习惯性 戴上这个防疫法宝 商机也就应运而生 成为市场显悬 全球最新的消费性电子展 就出现一款口罩 同时结合科技和防疫 这怎能不吸睛 主要打造电竞周边商品的雷蛇 把口罩做出科技感 也不忘功能性 两旁的过滤器能调节冷热气流 内建的麦克风和扬声器 更能把戴口罩时 被减弱的音量补回来 此外材质利用再生塑胶 兼顾环保意识 若不用时放进配备 紫外光灯的充电收纳盒 还能达到灭菌功效 但这概念性商品还没投产 看得到买不到 不过别担心 想找智慧型口罩商品 把多拉A梦的翻译举落变成翻译口罩 绝不是在开玩笑 全球第一个透过口罩套收音 再以蓝牙传输的翻译神器 C-FACE配合专属的APP 就能翻出中 英 韩发等 共八种语言 催生这项商品的 正是日本主力研发机器人商品的公司 以开放限量预购的C-FACE 价格约6930日元 约合台币1900多元 虽使用上不具强大防疫力 却能确保在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 透过它清除记录逐字稿 并为多语言沟通的使用者 提供相对精确的讯息 疫情打响了全球防疫发明潮 高龄化的日本更贴心观察到 独居和银法族的需求 高度不到40公分的机器人Paperro 天真无邪大眼睛 能代替年长居民远在外地 或在疫情期间 无法如常往返的儿孙们 一份实职陪伴 当我早上起来 我早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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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我闹着 所以我闹着 我一份开始 我早上起来 让我让我更疯了 我早上起来 我开始改变 Paperro 因为我母亲 在离地方 我希望让她看见 疫情期間近港線騰知室 請來科技公司NEC的Papero 為區域內的銀髮族提供照護追蹤服務 因為具備AI資料庫的Papero 不僅能監測健康狀態 還能和使用者對話 並拍下及時影像傳給親友 不只能及時發揮遠距照護的作用 開發者更發現 使用的年長者平均一天 會用上15次的電話功能 可見這項發明確實縮短了 疫情間的人際距離 但同時間其他國家更想 藉著科技降低病毒為例 發展科技和創新多年的新加坡 面對去年4月起相繼兩波疫情過後 也激發出應用範圍 更多元的防疫科技 有感於疫情期間 前線醫療人員為民眾採檢時得曝露在少數潛在的患者面前 但臨床醫療更需人力 據生物工程和癌症專業背景的醫師 便以醫護的立場和醫療機器人公司催生出這台自動採檢機 20秒的時間就能採檢完成 比起人工採樣至少縮短一半的時間 且民眾使用後的反應也超乎想像 科技始終來自於原性 自動採檢機降低了民眾的焦慮 而這個發明也讓公眾場所的溫度監測 更具機動性 我們發現很多的器材都擁有很多空間 這可能會不會為我們想像是Ithermobile 公共出入口的溫度監測 要如何做到檢測快 設備部署又有效率 新加坡官方便與民間AI科技公司合作 以傷口掃描儀作為發想 本來醫護能用手機拍下患者傷口狀態 上傳雲端做初步評估 現在則被升級做及時的體溫檢測 例如 搖掃描儀作用很小的螢幕 但有些工具要求大螢幕 所以我們換成手機拍下 換言之 這項防疫科技 不論是手機或平板都適用 只要智慧裝置安裝具AI功能的專屬APP後 就能辨識出人臉 再結合硬體上聚熱像儀和3D的雷射鏡頭 如此一來 就能用儀器監控體溫 並做出即時預警 但除了大眾普遍用得上的科技發明 新加坡的醫護更想到 另一個更高端的防疫發明 新加坡研究員有發展了一個 電腦系統 可以把醫護和醫療進入避免房間 受到舉國關注的防疫發明 就是這個透明的大盒子SG Spark 這個可移動式的負壓門 是發想自醫護採檢時的獨立檢測間 和這個獨立的X光檢查室 移動式負壓門在疫情期間的運用 不只能協助維持區域安全性 機動性很CP值 也遠高於固定式的VIA系統 這些發想能應用的範圍 遠比預設來得多 當科技結合既有設備 再結合以人為出發點的觀察 無疑對疫情防控發揮極大效益 當各國為疫情買手作戰的同時 無限創意翻轉了防疫性樣貌 還有人們對科技的想像 若說2020年是科技防疫元年 那麼願2021年將是新冠病毒的莫名 話說到這裡 固然危機可以變為轉機 但危機之下所帶來的傷害 那恐怕也是難免 對於這次旅遊餐飲業所蒙受的傷害 那可是真的令很多人叫苦連天 甚至他們的生命他們的事業也就此做了永久性的改變 再也可能回不來了 但不管怎麼樣大家熬過去的人 這仍然繼續要往前走 我們談談在歐美這次疫情之下 當然很多跟中國連接在的事情都備受歧視 語言 族裔包括種種的生活方式 還有就是像中餐館 很多中餐館本來是最受歡迎的美食地方 但是如今卻可能在歐美人士的歧視眼光之下 反而成為一個人人不敢去的地方 的確像在過去年以美國紐約來說 就有很多中餐館幾乎是經營不下去了 所幸危機慢慢正在步向轉機 我們從美國最老的中餐館來看看 一直到現在很多興起的中餐館 他們如何走過這段危機歲月 以及他們未來是否仍然抱著濃厚的信心跟希望呢 炒菜切菜生加上各種調味料的香味 是美國傳統中餐館給人的第一印象 但是在蒙大拿州人口只有3萬的不特症 有家外觀不起眼的中餐館很不一樣 歡迎來到PicaNoodle Parlor 這是美國最老的中餐館最老的中餐館 開業近110年的北京樓 處處可見歷史痕跡 除了餐館最有名的菜單 百年來幾乎沒變過 老美最為嘴殘的炒雜碎也絕對少不了 外加許多傳統中式美食 甜蜜、香蝦、豬肉、肉、餅餅 我喜歡他們的餅餅 餐廳內部裝潢也古色古香 全部採用橘色系 據說可以增進食慾 與眾不同的用餐區座位 是各自分開的獨立小包廂 這些座位背後的故事 這些是非常印象的 他們是為自尊重的秘密 這是從100年代的社交距離 一定要用古老的方式 把東西先以粗麻繩牢牢綁好 然後用滑輪調到二樓廚房 一回有供應員設置了工廠系統 它大概花了兩分鐘 在那一刻我父親說 你會找到其他工作人員 能夠做到這個工作 這是歷史 我們不想改變歷史 但為何美國最老的中餐館 不在華人較多的舊金山或紐約 卻是在蒙大拿平原小鎮 原來19世紀末期 大批華人移工湧入美國 修出鐵路與挖掘金礦 木特鎮當年是重要礦區 有人數眾多的華人社區 1911年譚潔瑞的祖先 在當地開設 中國商店 二樓就是北京樓餐廳 到了1960年代 改由譚潔瑞的父親 譚丁貴接手 一個男人叫Danny Wong 從中國來自大廈 他父親需要幫忙 所以他們邀請他去工作 在北京樓餐廳 北京樓就這樣一代傳一代 本以為可以永續經營 但去年疫情肆虐 用餐客人大減 再加上父親在11月底去世 坦潔瑞一度考慮永久停業 去年突如其來的疫情 加上餐館負責人的下一代 不願接手經營 是目前美國中餐館掀起 卸業潮的主因 根據統計 去年1月到10月 全美國因為疫情 而倒閉的餐廳超過10萬家 15%是中餐館 華人經營的餐廳 因為病毒起源 可能來自中國 紛紛染疫不知倒地 走一趟紐約的中國城 人們就可看出有多慘 你就曾經經過 SARS 你曾經經過菁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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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親是一年小的投資者 現在我父親和我幫忙做這個餐廳 我們在澳大利亞餐廳最大的餐廳 疫情來襲之初 紐約是禁止餐廳 室內用餐 酒樓收入就大減50% 到了三月中旬 還被迫歇業三個多月 一直到六月底先恢復 患難生意 原因是因為 中國人開始疫情疫苗 他們只是害怕 中國人被感染 中餐館無以為繼 轉向聯邦政府求援 國會眾議院已經通過餐館法案 向虧損的餐廳提供補助 但目前法案還卡在餐議院尚未通過 因為中國城商家 也自就發起亮麗中國城活動 將在元宵節當天點亮350盞燈籠 除了開放外界任領捐贈 募款所得將協助中餐館 讓疫情下的農曆春節能好過一些 更期盼早日戰勝病毒威脅 重現昔日的人潮與情潮 氣候的危機如今已經人人都很熟悉 但問題是我們是不是能夠 繼續做更多做得更好 地球暖化的速度一年比一年增加 我們看到的傷害在陸地上已經很多 其實還有很多的傷害 是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也正在痛苦地進行著 那就是海洋下的黑暗的世界 在這裡海洋生物所面臨的創痛又是如何呢 最近有科學家做了好好的觀察 也讓你我更多了一份切身的感受 小停使過一片平靜 在加勒比海南部的古拉索 這裡的海有種魔力 輕可見底又難得特別療癒 潛入海中還能找到驚奇 觀光客能巧遇泡在冰涼海水中的 雍蘭海龜 境遇的話還能看到海平跳躍 整個海島充滿無限生命力 但近年來氣候變遷 海水溫度在不知不覺中升高 不只人類有感 古拉索周邊的海水 臉色也開始鐵青 眼前一大片不是軟綿綿的草皮 更不是盎然綠意 是被過分滋養的藻類 有氧化的現況 而元凶是溫暖海水 和流到出海口的大量肥料 14歲的朱莉葉接到志工團的呼救 隨即到海邊聚集 但這時卻只看到她和同行夥伴 拿起衝浪板 接著就在滿布黃綠色藻類的海面上 滑了起來 這和電話裡提到的呼救任務 看似巴桿子打不著 但就在這時候 志工成員突然在滿布海藻的海面上 撈起一隻在海中 游到精疲力竟的海龜 原來暴增的海藻 變身莆田蓋地的路障 霸占了海龜前進的路 也破壞了棲堤生態 且別說海龜了 救援志工在全是海藻的海面上 也分不出東西南北 岸上得有一批人指引救援方向 但在茫茫海藻中 找茫然的海龜 談何容易 霸占了整天的惡臭和危險後 成績揭曉 這天共有25隻海龜 海龜能暫時逃離危機四伏的家 感覺像我幫忙 但這不是只海龜 這就是全部 海海 這就是全部 海龜 這對我很好 我會死在那裡 接著他們將多數海龜 放進水族管照料 有的已被放進 毫無障礙物的池中 像是重獲自由 立刻展現晶圓有足 至於患病或受傷的海龜 會被送到獸醫身邊 這支眼部和身體 都出現腫瘤的海龜 就需要特別照顧 事實上去年底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就發布警訊 氣候變遷對海洋生物的傷害 再多付出都難以回復 2020年全球80%的海洋 都逃不過熱浪邪急 極端氣候下北極的氣溫 甚至比均溫高過攝氏5度以上 古拉索地處熱帶 多樣的生態讓人為之驚豔 要宣導珍惜海上的野生教課 保育大使當然要選 宣布 當他們問他名字 我問他名字 他名字是蜂蜂蜂 鮑伯 鮑伯是古拉索島上 四到六百隻美洲紅鶴中的其中一隻 2016年他在飛行時 不小心撞上旅館窗戶 導致腦震盪 經受醫杜斯特的治療 鮑伯左翼仍無法恢復收核能力 加上他患有鳥類常見的禽掌炎 會阻礙野外秘食能力 於是杜斯特決定將他收留 在野生動物庇護所 每週一次帶他出門當小老師 這個袋子尤其是不受傷 Yay 和杜斯特出門 鮑伯一如往常坐上他的專屬副駕 伸長脖子探頭探腦 我會覺得是真的嗎 所以他們會覺得 我只是走過來 跟鮑伯在我身上 這也很有趣 如果想知道鮑伯魅力有多無敵 那就看看這個牌子 這恐怕是孩子們第一次 如此接近島上的大明星 他們一邊尖叫又一邊忍不住 盯著鮑伯的粉紅羽毛看 有人嚇著逃跑 也有人鼓起勇氣摸摸他 其實鮑伯進入教室 除了要宣導學童對野生動物的理解 杜斯特還特地帶上一大捆 膠雜的釣魚線和塑料的廢棄物 那時小朋友才知道 即便是不小心斷了的風箏線 也會伴住鮑伯的鳥類同伴 甚至要了他們的命 我認為我們要做得更好 對野生動物 對你來說不太好 如果他們死了 那這就不太好 從小的宣導就是希望能徹底 根除人類這些壞習慣 不可逆的傷害別再堆積 而微小的照護 也讓遍體鳞傷的動物再火出朝氣 海龜們被細心照料一個月後 終於找回活力 志工們細心記錄下他們的體重和個頭 並在龜殼上留下記號 準備告別 志工們帶著海龜 前往距離原先棄地 數公里遠的乾淨水域 非常非常興奮 距離大海只剩幾步路 海龜們聽到海浪聲 已忍不住拍拍前肢 像是準備為了回家耐力養生 大海龜們回到清澈大海的那一刻 或許這才是人與動物最美的活動 在古拉索這座小島 同時存在絕美萬物 還有人類的惡與良善 祝地球一再被人類貪婪 還利用消磨 那麼這次驚叹 也只會在日不一日的傷害中 慢慢褪色 甚至開心 謝謝您收看 我們在春節為您特別推出的 特別版的雲端世界 也祝福您今年一年都非常快樂 萬事如意 我們的假期之後 也祝福您工作愉快 我們上班的時候再見 謝謝大家